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2017年8月28日,印度哈里亚纳邦的街头尤为吵闹 手持棍棒的年轻人在街头组织抗议游行 印度集结了大量警力组成拦截网,也被屡次冲破 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因为一个刚被法院判处20年监禁的强奸犯而起 这个实恶不赦的强奸犯,却被这群年轻人奉为永恒的信仰 甘愿为他献上金钱,甚至于自己的高丸 这个被判刑的男人叫做古尔米特·拉西姆·辛格 在印度有着第一大神棍的称号,统领着数万人的庞大宗教 辛格到底是如何,从一个微末小角色,崛起成为一代教宗 还拥有一群虔诚的教徒的,所谓献上高丸的荒诞事情,又是因何而起 相信我,辛格的故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堪称顶级魔幻 一,一代神棍1965年,辛格在印度北部山区的一个贫穷乡村姑姑坠地 印度农村照片他诞生于一个虔诚的西克角家庭 父母对他的期望很高,他从小也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明才智 在学校中,辛格往往能够获得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妥妥的学霸 因为优异的学习成绩,辛格被小伙伴们奉为孩子王 大家都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 同学的父母也并不反对这个行为 毕竟谁都希望自家小孩跟好孩子一起玩 辛格十分享受万人瞩目的感觉 看着同学们每天都围绕着自己 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他逐渐意识到,这些小孩不仅是自己的玩伴 甚至还会对自己言听计从 他开始让一些小孩帮他拿书包 替他放羊,甚至给他洗衣服 辛格年轻照对于这种掌控别人的感觉 辛格无比的痴迷,没有人会反抗他 因为辛格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 老师喜欢他,同学家长也喜欢他 没人会与辛格交恶 因为他站在了学生社交圈的主导地位 或许,就是在学生时代 辛格就醒悟了,了解掌握人心的好处 为他今后成为神棍的生涯埋下了伏笔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与学生们玩耍 辛格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 他每天沉浸在指挥小孩们掏鸟蛋 作恶作剧的玩乐中 完全成了一个小混混 功课已经被他抛在了脑后 学校的老师对他屡次发出警告 但辛格对此毫不理会 印度学生终于,在初三的一次期末考试中 辛格让学生帮他作弊的行为暴露 学校以此为理由,开除了辛格 由此,辛格在学生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没有人再关心这个昔日学霸 辛格备受打击 每天在家中浑浑噩噩地过活 但辛格的父亲没有放弃辛格 他认为既然学业这条路无法走通 宗教也将会是一条十分合适的道路 当时,他的父亲受到了同村人的蛊惑 转性了一个名为真神公教的小众宗教 真神公教几乎可以说是歪门邪道 成立时间不过短短50年 杂柔了佛教、希克教、伊斯兰教等十多种宗教教义 教会内七男霸女说是邪教也不为过 靠着一套蛊惑人心的说辞聚集了一批信徒 真神公教总部大楼辛格的父亲 开始引导他进行真神公信徒引导宫的锻炼 并且传授他教内的教义 本来心灰意冷的辛格 对宗教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但是在他深入接触到教会中的种种事物后 他发现,教会的首领教宗 似乎与自己以前在学校当孩子王的经历没什么区别 教宗要求教徒们奉上金钱 正如同自己在学校收保护费 教宗享受着教徒的崇拜 与自己当初还是学霸时也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也能成为教宗就好了 这个想法,在辛格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 真神公教的教义没能蛊惑得了辛格 相反辛格甚至还想做到整个教会最高的位置 辛格辛格积极投入到宗教活动中 希望能通过这个方法爬得更高 他帮助教会管理各种杂物 为教宗端茶倒水 但是在教内混了几年之后 他发现,教宗的四个大弟子 才是这个教会最有可能的继承者 自己根本排不上号 辛格不甘心 他默默地在教会内干活 一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 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如果正常的流程轮不到自己 他就用暴力的方式 终于,他等到了机会降临的那天 年迈的教宗宣布飞升 将抛弃自己人间的肉体飞升天堂 说白了 就是教宗寿命已尽就要挂了 教宗在死前 将未致传给了其中一位弟子 但是引起了其他弟子的不满 在教宗刚死的第二天 教会内引发了一场大内斗 四大弟子轮番上阵 各自拉拢了一派信徒相互争斗 企图获得教会的掌控权 辛格知道 这种混乱的局势 必然隐藏着自己的机会 二、二十三岁的教宗辛格 对于教宗之位实在必得 为此他甚至联系上了一个 在印度北部活跃的武装组织 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竟然说服了武装组织的头目 送给他一些落后的装备 而代价 则是辛格事成之后 必须回报大量金钱 辛格对于金钱不是最看重的 他深知只要能够掌握人心 金钱和美女就不会少 就这样 辛格带着一身的武器装备 直接偷袭了一位大弟子的宅邸 将其枪杀 用这种杀机儆猴的方式 让教会内的管理层对他臣服 辛格又拉拢了几个 平日跟他关系不错的朋友 来帮他用武力威胁其他几位大弟子 几位大弟子在辛格的枪口之下 也不敢反抗 只能向教会内宣布 辛格才是真正的教宗继承者 最终 靠着暴力手段 辛格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位置 但这并不是辛格的终极目标 这只是他成为一位真正神棍的起点 当时的真神公教本就是个小教派 人数不到百人 经历了一波内斗 又赶跑了不少信徒 可以说到了辛格手里 已经是非常惨淡了 23岁 辛格正式加冕为教宗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 如何继续壮大真神公教 辛格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不满足于一个小宗教 现在的他 说好听点是教宗 说难听点也就是非法团伙的头目 辛格想成为万人之上的存在 为此他必须扩大自己的教会 辛格有野心也很有想法 他很快就理清了教会的发展路线 他发现 自己的教会大部分是教维年长的信徒 他们大多疾病缠身对此生无望 但是对来生抱有幻想 按照原本的教义 辛格可能也只能招来类似的信徒 这不符合他的预期 他直接修改了教义 宣扬男欢女爱 享受生活 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被神眷顾 可以庇佑信徒 由此 真神公教开始变得十分高调 辛格专挑年轻男女传播教义 受到了大量年轻人的欢迎 真神公教内部信徒 开始了一波大换血 年轻人占据了主导地位 并且也有很多新的管理层上位 逐渐替代掉了之前的几位 前教宗的大弟子 而后 辛格还接纳低种性的印度人 表示只要臣服他信仰他 就能摆脱掉被种性歧视的命运 他还欢迎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的信仰者 营造出一种没有歧视的教会氛围 他不断对信徒洗脑 只要信仰辛格 生活的一切苦难都会迎刃而解 而信仰辛格的最好方式 就是为教会献上金钱 辛格总是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费 每次顶礼膜拜需要费用 用所谓神力帮助教徒借酒需要收费 想在教会内供奉神的雕像也需要费用 随着教会成员的增加 辛格又兴建了许多教会建筑 这些钱也都是由信徒们出 花了短短几年时间 真神宫教拥有了一个200多公顷的领地 各种礼拜堂、祠堂、宿舍在领地内拔地而起 他甚至还开始修建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 在城里他还买下了一个大酒店 作为教会的商业资产 辛格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一个四处忽悠民众入教的大神棍 然后又用信仰粉饰的镰刀 无情收割着信徒们的钱包 而真神宫教真的成为了一个庞大组织 辛格曾经声称教会成员达到6000万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十分夸大的数字 但根据一家印度报社的统计 真神宫教的信徒至少也有万人 真神宫教成为了一股 不容印度政府小看的社会组织 但由于宗教组织在印度社会的特殊性 印度官方拿辛格束手无策 毕竟在印度为了信仰 人们连党路的白牛都不敢随意驱赶 一个万人的庞大宗教 所蕴含的力量 印度政府比谁都清楚 30岁出头的年纪 已经成为大神棍的辛格 享受了一切荣华富贵 住着数千万的大别墅 开着兵力 兰博基尼等豪车 他拥有超两亿人民币的资产 妥妥的亿万富翁 三 神棍跌落神坛掌握了权力和金钱 辛格开始不再专注于扩张教会势力 相反他开始满足自己的玩乐欲望 他可以说是一个尤为独特的教宗 其他教会的教宗 往往穿着庄重的长袍 保持着一个上位者的严肃 但是辛格不同 他也就30多岁 跟那些年迈的教宗相比 拥有花不完的经历 他有着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他在34岁那年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星 穿着各种名牌服饰和吸引人眼球的打扮 在娱乐杂志中出现 他一口气连续出了五张个人专辑 专辑内的歌曲不说是鬼哭狼嚎 也能算是哭天喊地 但买的人依然很多 销量甚至超过千万 当然了 这些专辑销量基本都是教会成员购买的 这些信徒一瞬间都成为了辛格的脑残粉 每次辛格演唱会 信徒们都人山人海 除了当歌星 辛格还开始拍电影 他整整拍摄了五部电影 用咱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 几乎都是大烂片 充斥着各种违反物理学的特效 闹腾的印度歌舞 但却很受印度人民的喜欢 在印度国内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这一度让真神公教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 许多年轻人像崇拜明星偶像般喜欢辛格 自愿加入他的宗教 这是让辛格始料未及的 他从未想过自己玩票行为 竟然还能拉拢信徒 他原本以为在印度拉拢上万信徒 已经是顶天了 现在他又重燃希望 还想把信徒发展到全世界 他还用自己的专辑和电影 冲击海外市场 当然了 凭借他的作品 辛格自然是鲨鱼而归 但他不气馁 转变思路 他开始疯狂地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他期望通过这种方式 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 由此崇拜自己 然后拜到自己门下 一开始 他先集结了上万名信徒 在教会广场集合 然后组织了一场 规模浩荡的献血活动 上万人同时献血 这无疑让在场的 吉尼斯公正人员大吃一惊 创造了一项新的 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并不是辛格想象力的终点 他还在自导自演的一个电影中 扮演了40多个角色 再一次申请上了 吉尼斯世界记录 全世界单部电影中 扮演角色最多的演员 辛格像是着了魔一样的 申请吉尼斯世界 他还组织过上千人的集体相亲 并在相亲结束后 马上举行婚礼 每个要参与的男性信徒 都要给他缴纳一笔丰厚的费用 男人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些女人全是辛格招来的妓女 辛格不但滑辣到了钱 还又顺利拿下一个吉尼斯记录 前前后后 辛格总共拥有 55项不同的世界第一 反正他有大量愿意追随他的信徒 随便一场活动都是万人级别 要拿下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